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后 公安部、政法委等过去周永康控制的系统 都纷纷地和周永康划清界线 包括在报纸上表态、撤掉合照 就连学校都想尽办法遮挡住周永康的题词 中共政法委最高检和最高法联誉召开会议 官媒报导他们一致支持中共立案调查周永康 另外武警、中石油、公安部等 周永康曾控管的政法系统也纷纷站队 承认中共穿到他们的老上级是完全正确 另一方面 许多曾与周永康合影而感到骄傲的政法系统官员 现在已经纷纷撤下合影 甚至销毁 周永康曾救赎的中国石油大学 在表态支持中共处理周永康的同时 还用火箭模型遮挡周永康的题词 其实整个周永康的下台 他的处理 不仅仅是一个派系都在那个问题 而且周永康远远不是这个派系中的老大 他并不是离开了那派就是安全 周永康掌控政法委系统长达十年 推行强力镇压民众的所谓维稳政策 1999年以来 辽宁府顺市清源宪法院 至少对3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其中徐大为2001年被判八年 2009年徐大为回家时 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13天后离世 而376名相亲联名为徐大为申员 也遭到周永康亲自督政的打压 今年3月20号 大陆维权律师唐吉田 张天勇 王晨汉 张俊杰 以及9位公民亲属 前往黑龙江农肯总局青龙山农场的洗脑班 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警方不仅拘捕他们还施以毒打 4位律师被打断24根肋骨 新唐人电视唐英疏散采访报道